旁邊的字我解讀給大家聽 這講李登方這個人 嗯 不錯 這裡面講迷上的字是一個姓蘇 蘇東坡的蘇 多爾滾的滾 榮譽的榮 蘇滾榮這個人 他也是舉人 他寫了這個故事 什麼故事呢 就是有一年 李登方他到福州那邊去考試了 家裡在蓋房子嘛 他就考試去了 看能不能考到舉人 那然後呢 蘇滾榮這個人 他也是榮譽人 台北猛獎那邊的人 他也說我之後才去那邊 認識了李兄 發現說李兄你們家 家身顯赫 非常的有錢 可是你文學又很好 那這個真的是一個 不可多得的好人 那他們就一起說 那我們來一起臨正抱佛腳 趕快我們來再練習一下 我們倆去考試 結果考完了啊 大家都在等 結果呢像我穿我這樣的 當當當當當當 恭喜老爺賀喜老爺 李登方李大人 您中舉啦 哇李登方很高興很高興啊 那大家都恭喜他 包括蘇滾榮 蘇滾榮可是 李兄恭喜你 可是我看我是名落孫山了吧 都沒有我的消息 那李登方這個人 他以心是舉人哦 他不會這樣嫌棄 他說哎呀你放心 我們一起 我覺得你也很厲害 你也有機會的 你要有心情 一直鼓勵他 那個蘇滾榮很被感動啊 他說啊我你看我 這個我們兩個人他相遇固執 然後呢你又這麼袒護我 然後一直這麼安慰我 真是難得的好人 那這樣子 你又這麼有錢啊 什麼都有 可是你就是對我很好 結果沒想到過了幾天 噹噹噹噹噹噹噹 蘇滾榮 蘇大人寧演中舉了 哇這下兩個人超高興的 跟兄弟一樣 他說哦 那他們一直哦 一井龍歸啦 龍歸故禮這樣子回來 回來之後呢 這個蘇滾榮就說 李登方你這個好人 你在不一樣的時候 你就是始終如一 文學又好 家事又好 人品又好 他把這個整個這個 他們一起重舉的過程 就把他寫成文字 就在這牆壁上 所以我們就因為這牆壁上的字 認識了李登方的為人 這樣子啦 再來就是 他裡面有很多的字畫的部分 就不去多說了 他的 你看他第三個